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最后一期由木马乐队和周深一起演唱的 它是黯淡星 没什么好说的 期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就让我们来欣赏吧 这logo挺好的 唱得腰儿 一句眼泪的光彩 相信一句誓言的短转 是永远不在夜空里闪烁的绚烂 太厉害了 让自己用微妙的旋转 旋转时有寂寞意的 沉溺着流逝在时光里的情爱 就像月落场中的谜 就像水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就像水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我们有心底 云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我们有心底 云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我们有心底 云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云飘零在风中的尘埃 都像是飘零在风中的真爱 我们如此相遇 我们如此分离 这世界已经改变我和你 他说不要伤心 这是很担心爱情 我们有心听 并非不美丽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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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她是女性 多美丽 它是暗的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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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觉摔一体堆 哇 这个真的太美了 太美了 这个其实真的听得我非常的感动 就是我去对比了一下 其实我感觉就是跟原版的改动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降了两个key 我觉得这个处理主要的目的在于 就是第一个可以拉开两个人的声部 然后第二个可能强歌 可能会更多的去触及到一些低音区的部分 这也给两个人的和声可以说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都特别特别期待的 这个听到的和声的组合 我觉得这样可以充分的 完全充分的发挥出周深声音上的这个优势 在后面两个人的和声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声音在相互交织 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点就是它整首歌这个编曲上的简化 其实相比于原版的这个变化 还是有两个变化 一个就是音量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它伴奏的音量减少了很多 第二个就是伴奏的简化 这个现场版完全就是一个live的感觉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samba 吉他一个base 一个鼓一家钢琴 甚至在原版中 可能用到一些合声器的音效 它都去掉了 最典型的就是副歌的部分 这个对比真的非常的强烈 当然这么处理的原因 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 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就足够去填充 歌曲中的空白了 或者说已经足够去表 可以去表达出这首歌 想去传达的这种情感 我觉得两个人的声线是很搭配的 就是强哥在降K之后 他更多的声音是一种很有质感 然后一种颗粒感这样的感觉吧 然后周深总体而言 还是非常丝滑的这个声音 但是他在这首歌里做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 所以两个人结合之后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奇妙的 而且上面说了周深的这首歌 做了声音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处理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第一段和第二段 两个他依然 包括后面 包括后面的部分的这个非常强大的对比 在第一段它是一个全面全气声的一个音乐 不能不说这个 周深这这块这个声音真的太妩媚了 然后再到第二段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处理 应该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这上面的一个变化 就像强哥说的就周深在每一段演唱的推进都有微妙的情绪变化 而这种情绪变化体现在发不同的发生方式 再比如第一段高潮的第一段副歌的高潮部分 他们设计的第一句就是两个人的一个单纯的高八度的一个演唱 一个合唱 然后第二第二句周深会做和声 但是在第二段的副歌他们又倒过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听出来他们的声音真的不停在转换 然后和声也是不停在变化 再加上两个人音区的不同啊 声音质感的不同 给我的这个冲击力是这个始终如一的啊 然后在他们唱到就是他善定星啊 我以为歌曲要结束的时候留下两个音出现了 这个这个真的太完美了 这个这个声音一下又把我吊起来了 其实在这时候我觉得已经足够好了 对但是没想到后面还会出现音唱的部分 那周深的音唱呢 跟星这个字啊 同时开始几经周折 然后音高慢慢的爬升直至顶点 我看到了很多人说呢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如流星滑落 对吧 但是我觉得呢 是抬头仰望 随着周深的这个音唱一点点抬头 直到最后看到那颗已经悬挂在天上的星星 所以我我听完之后 我才说就是真的我非常的非常的感动 除了这些之外呢 当然这首歌的词也是写的非常的美啊 就是或许也可能是非常的悲伤 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美也好还是悲伤也好 它其实都是非常浪漫的 我们如此相遇 我们如此别离 这世界已经改变我和你 但是就算是再暗淡也是有光的 相信总会有被照亮的那一刻 最后我想说呢 我真的觉得这次合作是成功的 也是我期待已久的 两个人的声音很搭配 有互相衬托的部分 也有在和声上互相交织的部分 再加上对于声音大量的处理 对于和声不断的转变 让整首歌听起来从头到尾 都始终是给我很强的一种新鲜感 每一段都给出了高出我预期的这个反馈吧 然后我想说这种有一点迷幻的风格 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啊 也非常感谢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